這邊 不要被光照到 走這 然後 小心點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薩達傳說 我是二維 上期影片裡面 我們跟水龍拿了第三個詩篇 天空精靈娜莉莎拿最後一個詩篇 我們來回到天空 回到天空以後 我們就往西雨雲那個地方出發 這邊 我們的天空精靈在哪邊 我在這邊 我看到 希望我能夠順利降落 就要在他身上 要成功了 我回來拿最後一個詩篇 沒錯 學會的詩歌見到三個龍 接下來演奏最後一集 接下來演奏最後一集 林科快要跌下去 怎麼了 飛出來三個龍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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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勇者之詩完成了 没有错 这就是开启试炼入口的诗 在这个天空的某个地方 有通往三角神力的道路 会开启 哪边呢 法医要告诉我们吗 有事要向我报告 出现了勇者之詩的试炼入口 立刻进行态测 确认该入口的所在之处 好的 探测探测 可能在天空洛福特吧 我们先飞出去先 好了 天空洛福特到了 然后来探测一下 入口在哪里 在这边吗 入口在那 在这个塔的下面 有考验的入口 我就拿起我的竖琴 你演奏一下 入口就出现了 请将剑陷于浮雕中央 前往最后试炼世界 好了 我们进入试炼世界 还是要找泪珠啊 跟之前一样 这边是最后一个试炼世界 女神的幽静 我的心 跑出来个东西 精神容器象征了灵克的心 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植物 没有 没有问题了 大家要来抓我吗 先等一下 我马上找到我的泪珠 可以让时间停止90秒 接下来我们到这个塔上面 塔上面也有一个泪珠 好 这边 我们先吃一个这个 可以显示所有泪珠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来吃这个泪珠 然后出发 然后我们过这个桥 去找桥 去找桥外面的泪珠 小心等 这个 这个鬼 离开以后我们再往前面走 没错没错 不然被发现了 赶快吃泪珠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泪珠 不要被抓了 不要被抓到 不要被抓到 然后上面也有泪珠 在这边 在这边 往这边小心点 等会分开来的时候 再去里面拿泪珠 然后马上出来 又被抓到 又被抓到了 没关系 你可以往这边走 这边有泪珠可以拿 大家安静一下 大家安静一下 那我们从这边离开 这边有积水啊 不要在积水上升的时候通过 要在积水 没有积水 积水退下的时候通过 比较不会被发现 比较不会被怪发现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去找其他的泪珠 我就跟着这个 光过去 然后等下我们往左边闪 这样就不会被他抓到了 然后我们往右边走 这边有个泪珠 我打算等下再来拿 被抓到了吗 没关系 旁边就有泪珠 呃 我们往 这里走 这边 不要被光照到 好 走这 我这样 先在这边等一下 哦 等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再出发 哦 等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再出发 哦 不要着急 重点是不要掉下去 这样 确认没有掉下去后 我们往这边走 好了 又拿到另外一个泪珠 那我们往这边走 没有办法上去吗 没有办法上去吗 那 往这边 刚好这边有个泪珠 我来拿一下 接下来这个比较难 我先不要拿这个泪珠 好 这边 这个泪珠要推那个箱子才拿得到 我先过去一下 然后拿它过去的时候 我拿来推箱子 一次不要把它完全推完就对了 小心点 小心点 一次推一点 然后再从这边来拿 好的 一切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拿到这个泪珠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泪珠 这边保存一下体力跳过去 这边还有一个泪珠 然后下面 啊 我要被照到了吗 好险没有被照到 我们可以看到泪珠在哪个地方 还有标示 还有两个在前面 啊 这勾玉的话 如果它要拿的话 可以撞它 这样勾玉就掉下来了 然后我们走这儿 这最后两个 小心 不要被照到了 然后走这边 这是最后一个 搜集完所有的死刃泪珠 凌克的心灵成长了 然后我们要返回入口 那边有个勾玉我去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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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们试炼就成功了 哈 萨尔达传说 御天之剑 HD 恭喜你 你通过了所有的试炼 这边 刚才得到的试炼印记 是成队的存在 在这个岛的某处 有一个印记 有另外一个印记 跟我拿的印记相同 把印记迁进成队之处 便能开启 通往三角神力的道路 先要找成队的印记 就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成队的印记在哪边的话 你可以先回去找 找校长 去学校找校长问他 应该他什么都知道 校长我来问你问题了 事情现在还顺利吗 你需要把试炼印记 放在某个地方 我好像看过那颗宝石 牵在某个地方 就这样 他想不太起来了 要不要去找占卜师 请他帮你占卜一下 好我们来去找占卜师 好我们到这边要找占卜师 发现占卜师不见了 我们可以问他 占卜师到哪边去了 他说最近都没有看到占卜师 听说占卜师的水晶球破了 在家里抑郁寡欢 然后说占卜师在 天空洛福特的最东边 这样如果你不知道占卜师的家的话 占卜师的家在这边我带大家去 我从这边走 过桥 过桥 过桥以后 往上走 然后走这边 这个就是占卜师的家 你看这边 好像感觉那种很多 那种水晶球的感觉 这边就是占卜师的家 那我们来跟占卜师讲话一下 他水晶球破了 那怎么帮他呢 要新的水晶球 我们就来帮他找水晶球 他说很像在山顶的建筑物那边 如果想找水晶球的话 我们要去火山 这样子我们就降落在火山的这边 火山神殿前 只要到火山神殿前面 你会看到 这边就是水晶球 你没有看到吗 我们上去找一下 从这边 然后用你的爪锁 这边 我们就到水晶球的位置 来叫机器人把这个运走 麻烦了 谢谢 谢谢 感谢 感谢机器人的帮忙 我们就一路回到占卜师的家 我快转一下 好 好了 水晶球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没办法在这边占卜 要等他回去 他的工作的地方才可以占卜 下次有机会再来商店街吧 他给我一个感谢心意 他给我一个感谢心意 不错 给我五个感谢心意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睡一下觉 等到隔天 我们就可以 去占卜了 这个游戏里面的灵客 可以在任何床上睡觉 在任何人的家的任何床上睡觉 睡觉 更好隔天才能进行占卜 所以我们进到隔天 我们就回去商店街 占卜师应该已经在工作了 他新的水晶球 来占卜一下喔 来占卜一下喔 5Ruby麻烦你了 想要占卜前进的路 出现了出现了 已经突破了最后的试列 没错 好 在天空洛福特的某个地方 有一座 眼睛像宝石一样 但是缺了一边眼睛的鸟之雕像 把东西吸上去 就可以开始新的道路了 所以天空洛福特有很多鸟的雕像 但是特别的鸟的雕像在这边 我秀给大家看 在 这个地方 靠近这个水的这个地方 靠近瀑布的地方 我如果走过去这边 靠近瀑布这边 这个鸟雕像缺了一个眼睛 缺了一个宝石 我们就把宝石牵进去 靠近磊 和我们一起带小异 Professores 传岁 靠近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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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